这一次的开篇是位销售人员 他是个房产经纪人 他正在向客户卖力的推销着这套房产 而对方竟然是天马 甚至这处房产竟然是前东德贸易局顾问 李贝特的家 李贝特夫妻就是最早出厂遇害的那对夫妻 但是销售员呢 在听到李贝特之后 立刻变怒 他知道了眼前这个男人啊 并不想买房子 很可能又是个记者 对于那对逃亡的夫妻以及双胞胎 他并不怎么了解 也不能帮忙引荐现任的屋主 这里这段长长的文字量 解释的就是时代背景 就是前东德的土地 本身就是二战时期出逃的犹太人的资产 后来的东德政府付钱给国外 或是西德的资本家 向他们租用的 所以这间屋主啊 人现在是在国外 而他们的公司呢 是在柏林墙拆除后才建立的 所以关于李贝特一家的信息 他们根本不清楚 但是天马的人格魅力点得很高 分别前销售员给出了线索 这一代之前是高官住宅 虽然两德统一之后 大批官员外逃 但是呢 前边还有一个商务部的官员 他或许会知道些什么 顺着方向 天马找到了对方 在说明来以后 尤其是那对双胞胎 他想了起来 那对双胞胎啊 是孤儿 那对孤儿是李贝特夫妻 从孤儿院领养的 而那家孤儿院的名字 就是五一一孤儿之家 新人朋友们啊 牢牢记住这个名字吧 这个五一一孤儿之家 将会贯穿整个故事的 中前期阶段 而现在的五一一呢 是残破不堪 让人很不舒服 当天马在路边呆呆地 看着他发呆时 一位老妇人路过 并提醒啊 这栋毛骨悚然的建筑 马上就要拆了 这里不久之后 就要建超市 天马回头询问 现在能不能找到 和孤儿院相关的人员时 老妇人是一脸惊讶地回答 怎么可能啊 然而为何会那样 她不想说 因为那会让她觉得 很不舒服 但是不是说吗 天马的魅力值加满 离开前 老妇人又指出了 下一条线索 47号居住的哈德曼 他曾在卫生署工作 他很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顺着方向找过去后 天马向路边的小男孩 询问具体位置 但是他那奇怪的姿势 引起了天马的注意 这个孩子身上有伤 作为医生的天马 自然想要查看一下 虽然小孩子警戒心很强 但是天马的魅力值 是大小通知 小孩子手肘位置的伤 是好了之后再次受伤 有些化膿 简单的进行了消毒包扎后 小孩子什么也没说 连声谢谢都没有 直接跑开了 小细节啊 天马消毒时 小孩是一声不吭 虽然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液体 进行消毒吧 但是那滋味啊 绝对不轻松 不一会儿天马找到了 47号哈德曼的家里 屋子是干净整洁 墙壁上又有很多孩子的照片 而那些都是在东德瓦解之后 在这里寄养过的 负责照顾他们长大的 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哈德曼 之前他照顾的那些孩子啊 有的被赋予人家收养 有的自力更生进入了军队 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 他之前曾在卫生署 当地区负责人 当时就是负责 与孤儿相关的工作 他当时就很不赞同 政府的做法 而后来社会体系瓦解后 他就尽自己所能的 帮助那些孤儿们 但是啊 并不怎么尽人意 然而再怎么不容易 也比之前的孤儿院 强上很多 511孤儿之家 是卫生署和内政部 共同管辖的特别孤儿院 这种特别孤儿院 其他地区也有 而这里他着重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特别孤儿院 之所以叫特别孤儿院 是因为他的目的不纯 并不是单单的 为了收养孤儿 那里面的孩子 全是刑事犯的孩子 想要逃亡 又被抓回来的政治犯的孩子 父母是内乱罪 或是间谍罪的孩子 所以特别孤儿院里的小孩子 自然是受到各种的歧视 甚至是各种不人道的对待 而小孩子呢 他们不会也不能反抗 但是对外呢 政府口口声声说 要对孩子们实施再教育 实际上是将他们当成罪犯 尤其是里面的院长和老师们 更是特别的恶劣 有些人还会将寄给小孩子的包裹 没收并拿出去转慢 不仅如此 他们还以恐怖和暴力为手段 管理着孤儿院 所以在那儿 是不可能教导出正常人的 沉默了一会儿 他接着说 在那之后发生了那件事 然后他将话题转移到了双胞胎的身上 他知道那种双胞胎 但是由于妹妹被送往其他地区的孤儿院 所以并不怎么了解 但是约翰 他知道约翰 并且很清楚约翰 而约翰这个名字仿佛有着魔力一般 让这个人在说出口之后 就开始浑身发挡 那件事是最高级 当时的东德政府曾下令 不许外信 而现在东德都没了 海德曼觉得说出来已经不重要 但是他还在发抖 还在组织着语言 急着天马询问 约翰 当时的约翰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说出了一个词语 革命 这让天马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就在这时 一个孩子回来了 狄特 正是之前天马帮忙处理伤口的那个小男孩 天马笑眯眯地和他打着招呼 由于狄特归来 哈德曼不想在孩子面前讨论那种事 所以天马适时地提出告辞 但是刚要说下次再来时 狄特竟然发出了天马的遗袖 哈德曼觉得孩子可能有些无理 但是也开口邀请了天马 留下吃个晚饭吧 面对着表情凝重的小狄特 天马只能答应 餐桌上通过闲聊我们得知 天马是以自由投稿记者的身份 当门拜访的 而哈德曼希望将这件事的调查 好好地写下来 并说啊 小孩子的成长全部仰赖于抚养他的成人 而我们身为成年人 一定要将孩子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这样他们才会有美好的梦想 新人朋友们提醒啊 这句话话重点 说到梦想 天马询问狄特 你呢 你的梦想是什么 足球 狄特的梦想就是想要个足球 这是个很简单 很普实的梦想 晚餐结束 天马也起声告辞了 并约好明天再来打扰 而哈德曼也关上了房门 当房里只剩下二人时 哈德曼与狄特的脸色都变了 街上的天马路过商店时 他发现了橱窗里的那个足球 在店铺临近关门前 他挤了进去 这是多么熟悉的记事感啊 和九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模一样 再次回来的天马 刚刚敲门报上身份时 里面就传出了尖叫声 着急的他推门进去后发现 是狄特 他捂着左臂在地上身影 哈德曼解释 他刚刚在椅子上玩吊了下来 而狄特则疼得浑身发抖 并一声声的喊着 好痛啊 情况紧急 天马让哈德曼赶紧去叫救护车 而他在准备进行简单的急救处理 但是当天马掀开孩子的上衣时 整个人都傻了 狄特的身上布满了伤痕 简单的检查后发现 肋骨断了两根 左肩脱臼 这种伤 怎么可能是从椅子上掉下来摔的呀 而这时 哈德曼回来了 他很淡定 即便是孩子满身伤痕 他也说没事 并希望天马离开 随即他对于天马那纯熟的检查手法 产生了怀疑 有些耳熟的名字 可能是医生的身份 他 就是那个杀人通缉中的医生 虽然身份被揭穿 但是天马并没有如对方所愿 而撒手不管 即便对方说 已经叫了警察 他也要弄明白 狄特身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但是 这时的哈德曼态度大变 所以天马掏出了枪 然而即便是这样 他依旧不肯承认 自己虐待了狄特 而且对于虐待的这一说法 狄特本人并没有出声 当看到天马抱起了孩子 哈德曼想不明白 他要做什么 当听他说要送去医院时 他嘲讽天马 杀人之后 你还想绑架呀 但是呢 也只是嘴炮而已 因为天马手里有枪 他不敢乱动 就这样天马抱着孩子 跑出了家门 而哈德曼呢 就这么冷冰冰的 居高临下的看着 但是狄特 他并不怎么想去医院 甚至还有些害怕 因为每次都是哈德曼 将自己治好 也就是说 这么多的伤 这个孩子 从没有去过医院 不去的原因 就是害怕 世界上有很多的坏人 自己一定要变强 变得更强 哈德曼曾说过 这个世界一片黑暗 而明天 也会是一片黑暗 听到这儿的天马 非常的激动 那些话 全是鬼扯 根本就没有的事 小迪特还在怀疑时 天马拿出了那个足球 并肯定地告诉他 明天一定会更好 到了医院后 虽然被收治 但是由于今晚 发生了重大车祸 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 再进行处理了 也正是由于发生了车祸 所以医院里 有了警察 再来回躁动 天马只能和护士约好 两小时后自己再过来 但是离开前 他特别强调 有人要求带孩子回去时 千万不能交给他 随后他快速地离开了医院 但是出来后 他又为什么安置敌特而发愁 自己不能出现在警察面前的 突然他想起之前 哈德曼曾说 约翰的妹妹被送到了邻区的孤儿院 而这提醒了他 他向路人打听到了 这个地区的孤儿院所在 在这儿呢 大晚上的负责人 对于天马的到来有些恼火 尤其是理由 竟然是想让这里收养一个小男孩 这简直是没头没脑 只说孩子受了虐待 而他自己的身份又说不清 这种来历不明的孩子 他们是不会贸然收养的 就在负责人准备送课时 天马突然询问 你们这里有没有收养过 安娜里贝特呀 负责人的表情让他知道 太巧了 找对了 安娜曾待在过这儿 虽然是很久以前 但是负责人还是很想知道 安娜现在怎么样了 当听说 当年的小姑娘在海德宝面大学时 她十分的欣慰 而且也提到了另一个人 约翰 他们兄妹二人感情很好 很可惜被送到了不同的孤儿院 他们在被送到这里之前 是相依为命的 听说他们就连穿越 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时 都是手挖着手 虽然二人动着瑟瑟挖抖 而且啊 当年的里维特夫妻 只想收养约翰一个人了 是约翰的坚持 才让那对夫妻收养了二人 然而 当天马提到 当时的孤儿院的那种 恶劣环境时 负责人很不满 他很清楚并了解 五一一 孤儿之家 他不想让自己这里和那混为一谈 突然呢 身后的门开了 一个迷糊糊企业的小女孩 他先是扑到管理员怀里 喊着妈妈 然后在他的安慰伤中 又迷迷糊糊的进来厕所 这里 这个场景 大家觉得意义何在啊 管理员的理念是 与哈德曼不一样的 他认为 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正当的人 只有爱 而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这里曾被编号四期 但是全员上下的工作人员 一直在拼命的改善 尽力的不让这里变得 和五一一一样 而后 他说出了个更恐怖的事实 之前在哈德曼那里也曾提过 特别孤儿院 是由卫生署和内政部 共同管理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内部事务 全部交由内政部 是因为特殊孤儿院 是钱东德的试验场 他们在进行将小孩子 彻底改造成士兵的计划 进行精神改造 人类改造 将孩子们分为派别 观察他们之间 如何的互相仇视 互相争夺权利 他们想要改造出 完全没有感情 彻头彻尾 冷酷无情的人 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得出 长大之后 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现如今 已经没办法证明 这种曾经发生过的事 因为所有的文件 都在统一前 全部烧毁 与计划相关的 内政部的人员 也逃跑了 但是突然管理员说 有一个当年的 内政部人员 以某种方法 引发的经历 继续地留在那 他曾是观察 511的恶魔计划的人 他的真正身份 是内政部的 小儿科 精神科医生 但是对外却宣称 自己是卫生署 地区负责人 听到这儿 天马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这个人 这时小女孩回来了 负责人亲密地与他道着晚安 看着女孩回房间 他叹了口气 说起了一件被埋藏起的事件 这件事他本不想说的 因为那是非常不愉快的景 突然画面一转 来到了医院里 处理完伤势的迪特 想要自己的足球 护士随手递了过去 而且告诉了他 一会儿 送你来的那位叔叔 马上就回来了 现在要乖乖地休息 而迪特呢 抱着足球 脸上露出了微笑 另一头的孤儿院里 二人的谈话还在继续 整起事件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个大概 因为当时 整起事件被封锁了一切的消息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 五一一的孤儿院院长 离奇死亡而开始的 在他死后 老师们为了争夺院长的位子 引发了派系斗争 听说全院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孩子们之间的内部抗争 也就无人管束了 在他感叹着约翰能活着出来时 天马连忙询问 后来呢 五一一后来怎么样了 答案是死光了 包括老师在内 孤儿院全部的人 都在里面互相残杀 最终全数毙命 天马是不寒而栗啊 将两个人的信息串联起来 相信新人朋友们 你们绝对也会有这种感觉 此时的医院里 狄特将他的梦想 拿在手里 想着天马的话 明天一定会更好 当他充满了 对明天的向往时 护士提醒 有人来接你了 转过头的狄特啊 笑容消失了 就这样 狄特还是离开了医院 然而很奇怪 这不是回家的路 而且狄特很快就知道了 这是要去哪 那对他来说 很抵触 但是很明显 他的抵触 甚至反抗 毫无作用 特别是哈能曼的这句问话 你是个乖孩子吧 很诡异 很恐怖 开始本节内容前 做个小小的解释 狄特肋骨骨折 为何还能离院 我在知乎上查了一下 肋骨骨折 分为轻中重三级 很明显 狄特的是轻度 医院也只会开一些消炎药 建议患者卧床静养 正常来说 一个月左右就能康复 而且几乎没有后遗症 好了 回到故事 此时 天马回到了医院 但得到的消息却是 人已经被接走了 他有些失态的对着护士大吼 被一个可能是护士长的人反对 人家是孩子的养父 比你还要绅士的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孩子是自愿跟他走的 这样的话 真的就没啥可说的 但是已经知道 事情真相的天马 害怕狄特有危险 他一路狂奔 回到了哈登曼家 当他做好准备闯进屋的时 他发现 里面是静悄悄的 看来人还没有回来 而借此机会 天马进入了哈登曼的书房 在书房里 他发现了很多的研究报告 以及照片 不是同一时期 但是呢 却是同一场所 和不同的孩子们的照片 突然有一张 让他的脸色大片 竟然是约翰 而旁边的人是谁啊 仔细观看照片的一角 这里竟然是511孤儿之家 也就是说 这些照片 全是十年前 在孤儿院里拍摄的 那么是不是说 现在的狄特 他们也在那了 夜幕下的孤儿院 比白天还要显得阴森诡异 而天马悄悄地潜了进去 突然足球 从一处台阶上滚了下来 天马探头出去后发现 高高的台阶上 火堆旁的椅子上 正是受伤的狄特 而且是又被殴打 月代过的狄特 天马他心疼地想要过去 但是椅子旁边 一个人影出现了 正是哈登曼 不仅如此 他还说着奇怪的话 这孩子好像看不到啊 那时候约翰都可以从这里看到的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看不到啊 不行啊 这个也不行 他不是约翰 这话非常的莫名其妙 但是哈登曼给出了解释 大家都死了 十年前老师和孩子们五十个人全死了 而约翰则看着他们 他就在这静静地坐着 静静地看着他们 哈登曼曾问过约翰 他到底做了什么 约翰则说 将沾满油的布丢进火里 就像这样 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人一多就会产生憎恨之心 而我只是在上面 倒了点油而已 说到这儿的哈登曼是异常的兴奋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从一个十岁的少年嘴里说出的话 而且他也的的确确确做到了 他连一根手指都没动 就让五十个人自相残杀 天马先是一呆 再反应过来后 他大声地斥责道 是你们的实验 让他变成了那种人 听到这儿的哈登曼很不高兴 因为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自己这些人 怎么可能做到那种事 确实 幼儿之家曾是实验场 也的的确确又将孤儿改造成 完全士兵的计划 但是现在想想 那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实验罢了 约翰 他可不是什么士兵 他是领导者 天生的领导者 他生来就应该是站在顶端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造出那样的艺术品呢 他生来就超越凡人 他简直就像怪物一样 他曾预演过 人类到头全会是互相憎恨 互相残杀 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他曾说过 当这个世界走到尽头时 我要一个人活下去 天马听着他的描述是遍体声寒 而后哈德曼转身对狄特说 明天也是一片黑暗 所以你一定要向约翰看齐 可是你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当说到这儿时 他突然面目争鸣地大喊 为什么你就不能变得和约翰一样啊 看着哈德曼举枪 天马也将枪举了起来 他警告对方别乱来 但是这次哈德曼还和之前一样 他面无表情地让天马离开 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 可能为了让天马离开吧 便抛出了一个 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约翰的事 你非常想知道是吧 但是你知道了又能怎样啊 你又不能找出来将他杀了 但是自己有线索 可以说出来 相应的之后 你不能管我们的事 所以啊 去找沃夫将军吧 他是第一个看出约翰天赋的人 他应该还活着 约翰也是他带过来的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而这个沃夫将军 就是书房里那张 与约翰合影的人 线索说完了 哈德曼希望天马离开 但是这次天马 不仅没走 反而喊话狄特 要不要从那下来 你自己做决定 并让他不用担心 哈德曼的来副枪 天马保证 他敢手指动扳机 自己就开枪 所以他大声地说 狄特 自己做决定 你自己来做决定 而哈德曼就这么笑着 看着天马的表演 他在笑 笑对方的无知 因为他坚信狄特 是不会离开的 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 就在他再次让天马滚蛋时 狄特竟然起身了 他竟然真的一步步地 朝着天马走去 在天马和哈德曼 二人的话语中 坚定地走了下去 眼看着狄特越走越远 哈德曼急得大叫 你以为你离开了我 你就能活下去吗 下边的天马怕他激动 再次出言警告 哈德曼接着大喊道 我是爱你的 狄特 这个世界是一片黑暗 明天也是一片黑暗 但是走到天马旁的狄特 却坚定地说 天马叔叔说过 明天一定会更好 这个答案 让哈德曼崩溃地大叫 但是当他将枪举起时 看到的是天马那坚定的眼神 片刻后 哈德曼的表情从愤怒 争鸣 慢慢变得无奈 悲伤 最后他扔掉了枪 跪在地上 哭嚎着喊着狄特的名字 他知道自己永远地失去了他 公路边上 天马为狄特准备着后续的安排 他拿出了一封信 让他搭乘公交 去不远处的孤儿院 将这封信交给一位 爱尔纳老师 虽然他长得有点凶 但是人很好 而狄特就抱着足球 就这么呆呆地看着他 但是当天马说声再见 转身离开后 没走几步 足球被踢了过来 狄特还是那么地盯着他 天马能看出他眼中的不舍 但是自己的情况 真的不能带他一起 真的是好头疼 好了 这就是三节的内容 去个透 对于没看过的朋友们 小天使狄特正式登场 对 小天使就是狄特 他的戏份十分的重要 重要到何种程度 等下期结束时 就为大家接分享 这里就先卖个关子 结束前就稍微地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三节的内容吧 绝对会有人看得 不说是迷迷糊糊吧 但是也多少会有些不明白 所以我就尽量在不剧透的情况下 将需要点出的重点 以及有些会让大家误解的地方 点出来 首先就是那个问题 四十七孤儿院时 为何会有一段小女孩 上厕所的戏份 这里解释一下 天马他首先遇到的是哈德曼 之后才是四七孤儿院的艾尔纳 有没有可能 他也是和哈德曼一样在伪装啊 毕竟医院护士曾提过 哈德曼很绅士 而且当年东德的孤儿院 风评非常的不好 而这个迷迷糊糊的小女孩 则侧面地证实了四七孤儿院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他在爱着孩子们 咱们自己的小孩子 夜里做噩梦 或是迷迷糊糊起夜 他们的第一反应 就是找最信赖最亲近的人 而小姑娘出来时 扑进她怀里的动作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然后五一一的惨案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约翰并不是所谓的胜利者 不要有什么养骨 约翰是骨王的想法 整个孤儿院五十个人 全部是棋子 你可以说约翰是背后的推手 也可以说 他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 最后则是哈德曼 大家是怎么看他呢 是觉得可恨还是可怜呢 说他可恨 说可恨因为他是个变态 他自己疯狂的迷恋着约翰 所以就想再创造出一个约翰 哪怕是替代平行 从狄特身上能看出 其他孩子的遭遇 但是你要说他可怜吧 是因为他是一个 被约翰逼疯的人 他被约翰逼的认为 这个世界只有黑暗 未来也是一片黑暗 而这也就导致了 他对狄特的那种特殊的暗 可能有些文化差异吧 就是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 我脑海里想到的人 竟然是郭德纲 他在采访时曾说过 人一出生一天挨八个嘴巴 活到二十五出去外边 是铁罗汉活金刚 什么都不在乎 当然咱不可能说 真的是天天挨嘴巴 但是现在 现在网上有那么一句话 叫给熊孩子们 一个完整的童年 相信我频道里八零后居多 小时候没挨过打的 几乎没有吧 甚至肯定还有人 曾被打过半死 而且还不止一次 然后就是在哈德曼身上 多多少少能看到 咱们小时候父母的影子 那就是 我揍你 是为了你好 行了 车远了 回正题吧 作者这里的表现形式很有意思 特别是光影对比 黑暗中行走的天马 向往的光明 而换层身份后 在世间光明正大行走的人 心里向往的 却是黑暗 他相信的黑暗 而且迪特呢 这个小孩子的选择啊 又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 人类最为耀眼的行为 那就是勇气 而且天马一直待在原地不动 也是很有深意的 他需要迪特 自己 自主的 做出选择 而迪特之所以能做出选择 也恰恰的对应了哈德曼的那句话 孩子的成长 依赖着大人的引导 而偏偏呢 相处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迪特发现了天马身上的光明 而孩子的这一特性啊 不光光在迪特身上有 到了中后期 会有一节 非常非常非常压抑的一期 也是一个孩子 而他发现的则是 大人身上的那种黑暗 哎呀 这一期内容很多 这结束雨 一下就杀不住车了 最后呢 总结一下 就是为新人朋友们 带上很重要的一句话 看这部番 不要对里面的角色 套用浅显的善与恶 那一套在这儿啊 行不通 就好比这个哈德曼 虽然看着啊 是死变态 但是他骨子里 是爱着迪特的 只不过他的那种爱 扭曲了 变成了控制欲罢了 行了 赶紧刹车 真的不能再聊了 还有就是这三节的内容里 我有意期是720p 请问你能分出是哪一段吗 麻烦做个弹幕选择 这是为将来 合集分批做准备的 好了 谢谢朋友们 能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